我要跟你陳情 我的女兒是無法式的 最小的女兒 吳欣穎 跟柯主席有關係 我想拜託他出來私下處理 不要給吳東靖吳東亮丟臉 高舉家組合照喊著要陳情 民政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的記者會上 闖入一名女子 她事成例如自身與吳伙師 一九七六年交往 一九八四年生下私生女陳子婷 為了讓女兒認祖歸宗 和吳家禪送十多年 我一直很希望可以認祖歸宗 我希望我將來在社會上 也可以名正言順的 跟大家說我的父親是吳伙師 二零零四年 當時還是大學生的陳子婷 在鏡頭前希望認祖歸宗 並在二零一二年提出認禮之訴 以吳伙師繼承人為被告 一二審她勝訴 但被最高法院廢棄發回 歷經跟一審跟二審敗訴 今年五月跟三審 法官認為陳立如明確交代 和吳伙師交往始末 並有照片存折 錄音檔等證物佐證 而吳家卻拒絕寫原鑑定 判陳子婷勝訴 吳家必須認禮她 只是身分證父親空白 添一個吳伙師就好 你只要給妹妹一筆創業基金 就是你吳家現在還沒有婚產 將來婚產妹妹也不會要 陳子婷目前三十九歲 如果回到吳家按照備份 她還是四十五歲吳新穎的姑姑 吳新穎這個班上檯面 要選副總統的時候呢 那基本上也是出來叫她面對 叫吳新穎面對呢 其實也是有點 這個不是找到真正的主角 家中長輩的私人領域 也已經在最高法院的審理程序當中 跟公共領域 還有這次的副總統候選完全無關 爺爺的感情在追到吳新穎的選舉場上 這起家務事吵了二十年 還沒演完 三年今晚黃雲帆 羅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